大家好 我是大琪 我现在在广东省的佛山市 那么我来体验的是大众目前SUV序列里最小的一款车 就是我身后的这款探戈了 其实这台车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李先纪同学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 不过今天由于我们的天气是面临着台风 所以这次我们仍旧是一个简单的体验 这一次的内容我将会着重的给大家去讲一讲 它在内饰方面以及空间方面的表现 还有我们目前了解到它的配置是都是怎样的 同时这一次活动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场地的试驾 我会利用这次机会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台车它开起来的感觉又是如何 OK 那么咱们废话少说直接进入正题 哎 台风来了 快走 外观上我们看到探戈的三维尺寸分别是 4318 1819和1582毫米 这样的尺寸应该说是比较紧凑的了 在设计层面上 探戈整体上还是非常明显的保持了大众品牌的家族风格 不过相比现在的设计语言呢 看上去更加的年轻化 同时更具有科技感 尤其是在前脸部分 外观这件事呢 见仁见智 大家有着自己的评价 我们还是到车内来看一看吧 好 现在呢 我就在探戈的车内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内饰设计 这个也是大众SUV里头最年轻化的一款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大面积的使用了与车身同色的这种彩色饰板 应该说这样的装饰的设计呢 可以给整体的内饰带来一种运动年轻的这种感觉 关于设计上的大众车 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我们来聊一聊这台车的配置 首先这台车的配置真的非常的高 为什么这么说 你像比如说有这种安全的预警的系统 包括像3.0的这种自适用巡航 在方法上有看到 然后有自动驳车 包括像反红镜上 还有盲区监测 甚至于等等这种隶俗安全带预警 这样的配置 这都是非常高的配置 那么另外一个关注载 或者说另外一个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就是它有beats的音响 这个音响也是非常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个品牌 OK我们再聊一点实用的或者说细节的东西 方向盘支持四项的调节 这点都非常的OK 下面给大家看几个空间上的体验 首先就是它在挡半前方有一个储格 这个储格的深度大概有一个手机的深度 如果你用的是苹果的plus呢 应该放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那么在后边呢 像水杯位置非常的常规 两个水杯的位置都可以割水杯 然后浅浅后深 这个都可以满足不同尺寸的水杯 OK那么现在呢 是我坐的一个正常的驾驶位的姿势 我们去给大家看一看 这台车最容易引起大家关心的乘坐空间 我们去后排 可以看到我腿部呢 有一拳以上的距离 那头部呢 有一个三指左右的空间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空间呢 非常令人满意了 针对于这样一台小车 这是因为大众呢 在这台车上使用了一个非常强调 内部镜空间的设计颜 也就是前后短旋 它的轴距呢 达到了2680毫米 或者是2688毫米 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首先从头到脚 它的天窗非常的大 是一个全尺根的天窗 全景的天窗 尽管不能全部打开 但是它的采光面积非常大 这样我们后排乘客长途乘坐呢 就不会感到头顶很压抑 往下看 那么它后排提供了一个空调出风口 以及两个USB的充电口 这个对于后排乘客长途乘坐 是非常友善的 那么再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带有 线位功能的杯架 扶手 那么这个扶手上提供了两个杯架 而且至于杯架的大小 大家还可以自己调整 这点应该说非常的灵活 OK那么再来聊聊它的座垫 首先这个座垫跟前排的座垫 是同样材质的 那么在顶配上呢 还有可能配备 Aktara这样的一个高级材料 至于舒适度嘛 应该讲大众的车 舒适度还是说得过去的 同时这款车呢 在后排坐点给我感觉 它的近身非常的够 没有因为是小型车 后排就像坐马杂一样 这样呢 我们的腿部在长途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好的支撑 那么这台车在后排有没有问题呢 事实上我认为还是有的 那就是它的中间这一块 有一个比较高的凸起 这个凸起的高度 基本上已经超过脚踝了 那么这里应该是为它的四驱系统 预留的一个空间 这个凸起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 OK那么我们静态的部分大致如此 下面呢就让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 雨中试驾 来看看这台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目前我们没有得到非常准确的官方动力参数 不过根据已知的信息来看呢 这台车使用的是大众1.4T发动机 和DQ381的7速双离合变速器 发动机最大可以输出150匹和250牛米的动力 而变速器在换挡的时候 表现呢也以平顺见长 在试驾过程中 我们进行了蛇形绕装的项目 探戈的悬架系统给车辆带来了不错的支撑 当然这是相对于SUV而言 在交叉轴项目上 它的四驱系统表现的也很稳健 这要操作到位 几乎不会有太多空转现象出现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图观L上也遇到过的 悬挂自由形成过短的问题 不过考虑到探戈的定位呢 大家应该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OK那么以上呢 那就是这次探戈的一个短暂试驾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让我来评价这台车的话呢 我会觉得首先它足够的年轻化 足够的有个性 同时呢 它也相对于它这个体型而言 空间足够大足够够用 另外它的配置也足够全面足够高 同时它的四驱也足够的强悍 也足够灵敏 那么这么看下来 这台车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 我觉得摆在它与消费者面前 仅剩的一个问题就是 卖多少钱 毕竟这是一个合资品牌 它有这么高的配置 定价会成为它致命一击 要么是对别人 要么是对自己 OK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